上一个视频答应大家是放这个聚会的照片 好啊因为我后期望添加了 所以今天首先帮大家把这个照片放出来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十分想看的 那行吧那我们来看今天这个视频 大家好我是幻星 首先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第三谈的啊 2013版的新33的改变的规则 那个去掉了诸葛连弩 把诸葛连弩更名为连弩 啊他的作用是什么用的 就是你一个玩家如果你有了连弩当前回活 至多使用四张杀 呃虽然说他没有写出FAQ啊 但是我基本上可以了解是 呃即使带上连弩你本回合 因为他的描述是本回合使用四张杀 就比如你先杀一刀再带起连弩 你就不能再杀四刀了 而是只能杀三刀三刀 反正是本回合一共只能最多使用四张连弩 这个完全是打破了现有的2012版3v3 非常为什么现在黄盖郭家这样子 郭小这样子阵型非常强 那就是在于有了连弩以后基本上能呃把对方打死或者刷完很多很多的牌 而这个限制连弩限制出杀的数量以后对于很多阵型的打法以及呃考虑就会变更了这个完全是朝着黄盖 以及各种方叉型的阵型比如说小驼背啊郭小啊 哪怕是月鹰这种呃爆发能力非常强大的武将的限制吧 其次是无中生有的改变 无中生有正常情况下是还是开开两张位置牌啊 当你如果你方少于对方人数的时候 就是你如果两个人对方三个人或者一个人对方三个人两个人 只要你方人数少于对方你的无中生有开起来就会得到三张牌 这个是为了增加呃呃逆转的效果 就是防止被碾压了或者是起手被一个降面压制了 这样就就是通过人家降面压制导致人数劣势了 这样子的话有无中生有这种爆发牌可以提高你啊 那叫什么提高你的逆转的一些机会吧 那反而言之如果我们是优势局我们应该更好的去打优优势去打稳求稳 不要去为了贪图一些呃眼前的利益不去反观啊 或者不去控制对方的手牌啊 让对方过一些特殊的未知牌防止他爆发 所以这两个改变是完全改变了呃目前的这个呃三为三的结构 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今年的三为三的规则打法 啊当然也是预示着我的三为三水平要重新学习了 对吧基本上所有从武将到抓将到一些牌啊等等等等 理解我应该重新学习了 所以今年也是大家跟着我一起学新三三吧 争取成为啊让大家在今年网站的获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行废话不多说 我今天继续带来几场身份局的比赛 就很多朋友说老说三三不去录三三视频吗 那你们也看了每天都在更新一些新三三的规则什么的 出老三三去研究老三三真的没必要了 所以我也懒得去玩啊 除非出了新三三上online或者是等等等等一些 如果他不上online我通过面纱或者跟队友一些交流提高了一些知识 我会马上通过视频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啊 除此以外我是不会再做2012版的三为三和2011版的三为三的任何视频了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当然如果有比赛的话我还是会做的啊 不能说的太死对吧 行吧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今天的身份局 好的我们来看第一场视频 啊有我哈 但是主主角不是我 这个七号位的反贼主攻选孙前 反贼肯定选择曹丕了 那么公孙赞以及小桥都不合适 公孙赞是能力比较弱 小桥的话啊也能力比较弱吧 但是有点配合的作用 但是也不一定 所以曹丕是打孙权主攻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 主要是因为孙权主打他比较简单 这个简单不是说孙权不厉害 或者孙权主不强 这个简单是对于反贼的选择比较简单 因为打别的主 比如曹丕 孙策 反贼也许对于激活系统啊 或者思路需要考虑一下到底是怎么去打 而孙权我们就非常明确了 就是推辞你主攻就行了 不限制你主攻孙权也强大 也有过排性 也有爆发能力 所以说直接朝主来 而曹丕就是一个帮助队友激活一个人的 那个骑手孙权放南蛮主角 然后这边是周瑜无懈了一下 周瑜也是强势跳钟 而周瑜也是非常适合当孙权忠诚的 其实无所谓的 我觉得骑手这一下 你翻面了孙权也有调整手牌的机会 他不是还没有 制衡吗 对吧 当然孙权只制衡一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 周瑜直接是对姜维进行盲剧 骑手周瑜的手牌非常给力 当然也有我自己的手牌 连顺带拆 直接搞光 这样子的话 在九杀这一下对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而且还有一次反间 当然如果他再出一杀牌的话 直接带走我了 所以骑手周瑜对于我的限制比较大 而我恰恰真的是一个反贼 这个没办法 只能说现在对于 起码这个骑手回合 反贼方是非常劣势的 姜维直接被打残 基本上没有任何能力了 而且我当时也没有闪 也不能创造什么一个压排插的动作 或者挑衅的动作 杀刀直接过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 后置位的反贼能收就收掉 但是我们从姜面上来看 草皮的输出能力比较弱 姜维起手被打成这样子 也基本上活不去了 孙权周瑜再动一下 那后头能造成一点伤害的人 也就是二杀的巡御 以及骑手看能不能通过手机卡爆发的孙上香 也就这两个人了 王毅也是满血等等等等 SP曹人呢 也如果啊 就是我没有说分析谁向中 谁向反直 说他们如果是反贼 都没有施展产生什么输出作用 而孙权和周瑜的状态都非常好 姜维一死的话 对于反贼骑手这个劣势就比较 清晰了 这边曹人决斗王毅 刚才王毅也是没有做什么动作呀 王毅只铁索 那连杀都没有 按道理杀应该把姜维 姜维是活不了的 这边曹人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偏内哈 首先是偏内反 绝对不是忠诚因为王毅满血 他把王毅打得能 呃 产生秘技的效果 只能说是偏内反 这边的话 巡玉直接是把姜维带走 骑手反贼死一元大将 而且貌似降面并不是很犀利 呃 而孙权那边有周瑜 周瑜孙权状态非常好 这边巡玉又跳一个忠诚 这个降面绝对是对于反贼来说是比较 惨的 惨的 哎 这个词说的也不太靠谱哈 这边巡玉决斗描死一个人 并且这边还有杖拔拍一刀 杀了一下 可能跳内反的曹人 因为王毅 哎 其实也直接杀王毅也可以 反正王毅费血了 孙权周瑜联动 看他们能把王毅也带走 呃 打得胆大一点是可以的哈 不要怕说是什么王毅一血了呢 因为回合外没有防御性技能 这边孙权翔直接杀曹丕跳了一个反贼 希望曹丕那边翻面一下孙权或者周瑜来保护一下王毅 或者保护一下队友 选择翻面孙权是正确的 因为孙权那边过牌比较大 但是这也扭转不了反贼方的颓势哈 这边孙权翔起手手提卡并不是肯给力 当然他作为八号位也不敢把手提卡刷得非常牛逼 所以导致这边选择激活了 因为孙权没有动 杀王毅肯定杀不死了 所以他这边选择先杀了孙让香 避免孙让香和曹丕不停的满血翻面 这个收益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王毅 王毅现在过牌是反贼唯一的希望 刚说完王毅也是很不给面子 直接是判两红 这个王毅判两红 很多人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说 就是为什么王毅老判红 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 75% 但是老判红让我也忍受不了 尤其是我玩王毅 多次大家常看我比赛对吧 多次王毅关键关键回合 这个判两红让产生不了效果 方差技能就是方差技能 不是百分之百就会造成这种 关键回合不给力的效果 这边的话放一个AOE 因为孙权手牌比较多 所以这边的话放个AOE 又能去翻面一下对方 限制对方的行动回合 那个也不会给背方补很多的牌 现在作为反贼方 也就是强势的看在这一回合 能不能行动带走周瑜 有内的控场 因为骑手 曹仁也是决斗王毅 也是有一定跳反的倾向 这边的话我们战时这么定 就是说 有内的控场 再这样反对骑手 合力 完了打死周瑜 进入一个控场期 也是可以打的 虽然对方降面强 但是这边曹仁也是直接的 杀周瑜 看一下能不能把周瑜带走 去寻鱼不给 寻鱼这边逃还比较 孙权那边逃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骑手制衡了 只制衡了一张 对吧 那防御牌留的还是比较多 个人感觉 这边有一个勒 这个勒效果比较好 让孙权继续动不了 当然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行动 这边是拆距离 拆距离保护一下孙权香 应该是留一张九 看一下一会儿有没有行动 如果造成伤害了 可以再翻面一下 九也是保一下命 而杀这一刀 寻鱼是不敢卖血的 因为这边没有劫命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孙权香本轮的行动 应该是直接继续带周瑜 哦 起装备了 看一下过牌 直接开五谷 这个没杀吗 应该找杀哈 按道理正常是应该是直接杀一刀 在如果想开的话 再开五谷 但是我觉得他先开五谷呢 只能说是一点他们断杀了 但是因为有桃酒什么的 他最终拿拿了一个桃子 我们来看一下孙权香继续的行动 哦 有杀 这个杀 孙权香应该是跳内了 而这个是反贼 就是说他没有选择去杀周瑜 他是两个 首先回来下雪正常啊 他回雪嘛 那个没有杀周瑜 一是希望周瑜再动一回合 对反贼进行一个限制 因为这边有个SP曹人的手牌非常的多 对吧 反正动完以后 周瑜自然有反贼来杀死 而他的话 开五谷没有去杀 他因为拿杀睡觉 他开五谷没有去杀 直接睡觉是跳了一个明确的内奸 也是告诉主中方不要去砍他 但是忠诚是不管你的 其实也行吧 就是砍死孙权香也可以 那确立人数优势 降面优势 他们三个打他们三个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边是忠诚不遗余力的去杀孙权香 当然也有可能周瑜没有领悟到 因为这个跳内跳得非常非常的隐晦 如果好好分析和看气的手牌的话 应该人能分析出来 但是有时候大家打比赛可能注意力不太集中 所以这边的话会造成这边 王毅也是直接给孙权香排了 这边可能是跳内跳得太隐晦 没有人分析出来 王毅这边是没有成功的 把周瑜打到求逃 不过也是清完最后的手牌了 看一下情况 又是两红 这个王毅太不给力了 我们来看一下寻语吧 寻语一个二杀武将 看能不能再造成一点伤害 直接是拼点孙权 这是打孙权 孙权香挺倒霉的 跳内了 这完全是跳内了 但是跳的不明显 导致主中方这边强势秒他 其次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恢复将 嘲讽性可能更高一点点 所以干脆跳的更明显一点点 这个跳的太隐晦了 就是如果想降低自己嘲讽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曹屁 曹屁这边没有什么输出牌 拆一下八卦阵 希望孙权香那边直接带走周瑜 挂出一个连弩 也是看能不能孙权香拿走 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把孙权香当反贼打了 但是我是知道他是一个内奸的 恐怕大家好好分析的话也能分析出来 孙权香因为上一轮 跳的不明显 导致主中方强势的对他牙齿 所以这一轮跳的更明显一点点 直接跟孙权进行结音 这下的话主中方是绝对不会打他的 所以说上一轮你想降低嘲讽 就不要跳那么隐晦 这个很容易让主中方反应不过来 那尤其是以气排这种细节来 表明自己内奸的身份 除非在一些很有思想的比赛局 大家才注意 像这种平时玩可能大家都注意力比较少 当然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反贼 帮助我们反贼撑了一回合 就是让内奸消耗了一堆主中方的输出牌 让我们反贼这边能有一个状态 撑一回合 而这边王毅应该能活下来 十张牌的 这九一杀三吗 我靠这个周瑜 起手回合秒掉将为 没秒掉但是打残了 但这一回合又创造出这种非常给力的输出 曹仁逃可能不太多有逃我觉得信 但是可能是救不活了 所以这边他放弃了王毅 这边的话周瑜果然给力 这一下两次周瑜强势的爆发 曹仁这边是直接打到一血 那个曹仁也是不敢卖的 这边的话只能看一下曹仁这十张牌能采生什么样子的效果 这边孙少相也是有点怕了 怕奔盘 万一曹仁亮一个让周瑜打到火攻成功的话 那因为两杀嘛 一反间如果火攻成功的话 曹仁去 这边曹仁果然是有桃 我们来看曹仁这一次手牌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反贼方 扔了四张杀 可能 这个质量让我们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拿股定这边的话 拿股定看有没有一些铁锁之流的牌 能创造出其他输出的效果 因为周瑜那边明的是空手牌 这样子的话 如果九属性杀 可能会导致局势直接逆转 并且是铁锁了两下连了所有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九属性杀 直接是有可能带走寻玉周瑜 并且把孙权打参 这边还拆掉一个桃子 带走周瑜孙让香以及寻玉 直接进入二位一 很可惜是没有九 这个是 不过好处是什么 就是如果杀死了寻玉 寻玉那边撑不起血线来 还能让曹丕收到很多很多的牌 这样子的话 这边还有连弩 有可能还能产生一波的爆发 所以这一次的行动非常关键 所以说 三国杀玩的就是牌 将面略是 人数略是 只要我们有过牌的属性 能达到这种效果 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很多人都觉得 SP曹人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寻玉没有救起来 并且收到 才一张杀 不过 一会儿如果我们有机会把孙让香杀死 那边刚才借过去古定 也是未知牌 看能不能爆发 其次的话 曹人可以溃围一下 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有多余的杀 也可以把曹人带走 也是很多 行伤 所以这一次曹人基本上是 曹匹基本上能把孙让带走 只要他把两个这些未知牌 当然可以先收曹人 看一下所有的牌 这边他选 也行吧 反正我觉得这边因为有三张杀 怎么也赢了 按道理是应该先收队友 因为队友那边是过了很多未知的牌 这样子的话能更好的去考虑排序 而孙让香那边是不愿意让死了 看刚才就出闪什么的 对吧 这样子的话很可能 导致你这边杀不够 或者怎么做 当然这都是其次了 因为三张杀 我们也就不说 谁先杀谁后杀谁了 我来继续说 就是说很多SB曹人 很多人都觉得SB曹人不强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SB曹人严整是一个团队共享技能 其次也有过牌的属性 在你如果选不到那种 不练师等一些鲁苏 寻玉这种超级强将的话 曹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本轮也是体现的零零尽致 对面孙权 周瑜 寻玉 七手秒了个姜维 王毅在第二回合打残了 在那个反贼完全没有输出 多亏了曹人 这一次 溃违 完了因为有队友的嘲讽 让他的手盘没有被破坏多大 完了通过这一次 输出直接创造出了优势 这也是成为这一轮翻盘的一个亮点 随便的话 孙权是去了 行我们来看 好的 这个是我们一轮 我自己的主角 因为刚开始开玩笑 我不停的点偷管 导致我偷管选将 还好没有太坑 选了一个小诸葛 也是有团队技能 但是我都不知道有其他什么别的武将 导致当时也是很郁闷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虽然说是选将上差了一步 但是我们通过其他有没有方式来创造出自己的优势 这个多是乱点 以后我要注意这一点 不要再乱点托管 导致随机选将了 卢素 卢素这边棋手盲号师 看他会选择谁 当然这个也是考验主攻的对降面的分析 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贴身位的泰尔茨 因为贴身位 远之位泰尔茨的话 他也写就不敢了 但贴身位 他觉得泰尔茨 本来说是一个对距离需求低的 但是贴身位的话 他觉得他是偏中的 这个也是正常的 张鹤直接起手跳反贼 张鹤跳反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 这是在于能够有效的限制鲁素的 因为在打鲁素主这种主国 非主流主攻 鲁素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强的武将 对吧 最怕的是他直接通过自己耗施过牌 自己神装 抑制了我们反贼对他的输出 所以说有张鹤这种武将能有效的对他的 这边直接巧遍 直接巧遍把桃扔了 这时候害怕赵云是一个忠臣 直接冲振他 把这个桃拿过来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因为只有一张牌了 而且赵云 这边赵云果然跳了个忠臣 但赵云没用闪 不过我觉得他的当时的意图 直接扔桃 应该是这个意图 就是说有张鹤 那限制鲁素装备 那方便 那个方便我们反贼对鲁素进行激活 只要把鲁素打死就行 当然前提是我们这边有个泰尔茨起手忙 忙好是 一是希望泰尔茨是反贼 二就如果是忠臣 我们能有效的能限制一下起手牌 要不我们就很可能非常危险 因为我随机托管选将了 也是导致我起手无限什么的太少 让我很尴尬 这边的话 因为这边跳中 那个个人感觉曹丕是反贼 泰尔茨偏中 所以我觉得佐词是一个同伴 那我直接是用过拆无限 留一个属性杀 通过传导 并且提高佐词的能力 并且传导伤害对鲁素 但是很郁闷的是 那佐词跳了一个忠臣 但是我思路是要给大家讲清楚 并且我这边是没有无限了 也是给他们占了便宜 起手没有使用手机卡 导致手牌黑牌比较少 留了一个桃 队友像有 这边的话比较清晰的 就是曹丕是反贼 咱们只要队友的手牌比较多 我这个桃爷也是可能保住的 这边的话 左辞强势的跳中 解了铁锁 并且也是铁锁了 直接跳内了 这边铁锁了一下 SP赵云也是希望 借助一些输出来 对赵云进行一些 进行一些伤害 让反贼的输出能改到 赵云那边 但是你想多了 对吧 对于我们反贼方来说 怎么可能让鲁素活得多了 有能力 任何能力 直接是朝的鲁素过去的 这边曹屁也是直接去杀佐词了 那个 看一下高顺和泰士词 到底谁是一个 反贼 谁是一个忠诚 高顺这边直接是跳反的 说明泰士词忠诚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棋手就要悲剧了 看一下 那个高顺这边 还是比较给 高顺偷了鲁素最后一张牌 他这边可能是不拼点 杀比较少 偷了鲁素最后一张牌 乐了一下泰士词 大概是这个考虑 这边出现一个比较逗的地方 那就是在于 就有固阵的佐词 说去一下WC先托管了 那泰士词被乐 他也没有看到 导致这一手牌 手牌质量非常好 九南蛮入侵 火攻 都是双杀的牌 所以说佐词这边没有固阵 回合去也是比较亏的 这边通过D门给曹屁那边 去曹屁和佐词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曹屁如果这种武将消耗手牌的能力比较低 他的牌弄的话 我这个桃子是能保住的 张和其手把牌打了 导致这边不能产生突袭的效果 不过也行吧 看一下可以把古定刀给了高顺 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们有五谷 给鲁苏拿一张牌 高顺那边有一些杀啊 什么的啊 直接可以去 呃 推推推鲁苏了 因为拼点来以后鲁苏是空城嘛 那高顺每一张杀都是一个古定刀的效果 所以这个以古定刀是非常有想法的 我们来看看赵云本次的行动 赵云怒开两张无中 以赵云这种摸牌能力 能产生这种效果的话 已经非常给力了 顺我 顺我代表的赵云是有闪了 呃这样子的话呢 因为现在反贼的突破狗肯定张和 他肯定要杀张和嘛 对吧 呃他没有顺张和最后一张牌 肯定是能产生冲阵的效果 所以一张顺 我们就可以代表出赵云的一些细节的手牌质量 呃一下可以领悟 而且人王盾肯定是防不住的嘛 所以这个顺手就领悟了这么多 呃不过赵云也心很给力了 真给力 你说两个无中 让他平白无故多过四张牌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罗默 刚才我还想的是无故 有了难瞒就好了 直接放难门 曹批一次翻面鲁素 呃让鲁素有一张牌可以产生高顺的效果 并且鲁素也非常危险 让他少动一轮 并且我还能收一个同伴 呃同伴是闻死了 因为泰尔茨那边想再限制住也不太可能 所以说赶紧把张和收了吧 当然个人是希望鲁素那边千万千万不要翻面出一张杀 再把他打空城了 呃这个AOE对于反贼方来是比较关键的 当然看一下翻面能不能产生这个效果 一会我要帮高顺看一下那个鲁素手牌的数 我记得好像是我看了 我记得是帮助高顺 呃一是看他们的火攻成功 呃二也是这边我是怕那个这边冲振冲振走我的桃或者是其他牌 我都不想让他冲振 所以这边我帮助呃高顺看一下鲁素的手牌能能产生一点火攻啊 留了两张牌过这一次的话效果就在这里头了 我们就看一下高顺那边能不能一回合带走鲁素那骨定刀换这个就是一些思路了 骨定刀懂得因为自己人的骨定刀嘛又不是对方的 所以这一换让我们创造出这一次机会啊 现在左次已经是不淡定了 开始强放A这边给我 必须给我 翻面我是为了提高一下我过牌力那过牌的能力 完了能找到无限来防止高顺的骨定刀被拆掉 这个时候就不要想着防太词了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高顺一动就一波了 呃啊 其次的话有一个无限防止鲁素这个牌把闪打掉 而两两个两个作用一是防止骨定刀被拆掉 二是防止鲁素的闪被万箭打掉 我这边是直接无限了鲁素 防止鲁素的那张闪被万箭去放掉 大家可以去所有反贼的思路都在一回合体现的零零尽致 从张和给把曹批的骨定刀给了高顺 就我们已经开始预谋的这一次去瞄主的方式了 包括我呃无限鲁素这一张闪 其次的话包括我火攻帮高顺看点数 呃包括还有也没啥了 对吧那曹批的翻面 对包括曹批的翻面 没有按道理说是那个时候佐词的手牌比较多吗 呃防止佐词怎么也产生什么爆发 但是他翻面鲁素也是给了高顺一次拼脸的机会 所以反贼的思路非常的统一导致这一次效果 但是曹批这边不给力也没有产生什么啊其他的牌直接七百过了 我们来看高顺 二点 好直接拿这边直接杀直接求两桃 这边看一下佐词 哎再杀一刀基本上就贵了 那泰尔茨抱的没有桃 很可惜的是非常期待高顺再杀一刀的时候 高顺竟然啊直接是啊 赤桃过了这样子的话给了反主中方一次翻盘的机会 尤其是泰尔茨第一回合被乐乐完以后的手牌 气的手牌的质量就可以看出他手牌质量非常的高 随便保一下曹批吧 好这边还是很聪明的啊 先把古丁刀拆掉 防止高顺下一次通过普通刹 因为现在虽然不能拼脸了直接弄掉 呃直接是创造出这次优势 好这边啊我们翻面出一张桃子 那说明曹批还杀不死了因为后头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这样子我们这个桃还能保一下曹批 但是没有无蟹 我这一轮的无蟹好少呀 见了几个 赵云换一个距离啊 那我们让他明白 这个桃子比较关键啊翻出来 那继续的曹批 呃给鲁素翻面 也是想让高顺那边产生作用 高顺那边拼点 我这边能产生一个双杀的效果 首先拆一张牌 呃然后看一下能不能火攻成功 不能火攻成功的话 呃我就决斗收队友 完了继续的火攻 如果能火攻成功 并且能火攻多次牌的话 我可以决斗收队友 那如果是其他的话 比如说他现在报了一个不是杀 呃我们决斗能造成双杀 那我直接决斗了 如果火攻是杀的话 呃那我就不敢决斗了呗 因为火攻成功的话 那我只能决斗收队友了 完了看能不能其他办法去创造出收益 呃而且曹批是绝对活不过去了 因为我们没有逃了 这边的话通过两杀 基本上是没有逃了 刚才逃的球到左次那边 呃最后成功的收掉 而我们这个思路一定要把握住一点 就如果这一次呃鲁肃爆的是个小点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收曹批 然后看能不能保住高顺不被秒 让高顺再动一轮去给呃鲁肃创造输出 所以本轮这个是完全的反贼的一个战术统一的思路局哈 那个从张和的行动再到小诸葛的行动再到曹批的行动 全部都是一个思路 这就需要反贼同伴所有人都了解我们本轮应该如何打 如何才能创造出反贼的突破口 那我们反贼如何继续让谁是核心 以什么打法才能创造出我们赢的方式 那当大家把思路都统一了 大家都打得非常的一致的话 那不管对方降面多强 或者对方的配合多给力 我们还是能创造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优势的 哪怕我拓关选将降面不是很强 对不对 今天也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反贼我们选不到很强的武将 那如何来打 如何创造自己的思路 等等等等等等 来给大家开阔一下其他的思路